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Gibson的J45studio Rosewood 也就是Go45的studio 那么它的后缀呢 有个RW也就是玫瑰姆 很显然也就是说 这支琴呢 它的背侧呢 它的Turward采用的是印度玫瑰姆 那么J45呢 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琴 经典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第一个它是短闲长 因此它更好谈 第二个呢 它是圆间地形 有着大的动能和体型 因此呢在短闲长里面 我之前会见过的声音比较大的 就是J45 那么传统J45standard它的背侧呢 采用的是什么豪文桃花心木 那这一支呢 是一个玫瑰木 音色呢 自然有所不一样 好了 下面我们来大概介绍一下它配置 首先它的面板呢 采用的是Citica 也就是Citica的云山单板 这一支的背侧板呢 采用的是Rosewood的印度玫瑰姆 面板和背侧板都是采用的亮光 同时呢 琴井也是亮光 它是采用的小机油器 卷线器呢 采用的是Gorova的卷线器 那么琴井的后仰角都会比较大一些 这个中盖上面写着Studio 它的琴头的贴面上呢 有金色的铁片 纸板和它的琴码呢 都是采用的玫瑰Rosewood 在纸板上面呢 有母背的屏点记号 上下线纸都是采用的Task人造象牙 那么上线纸的宽度为43.8 刚好介于我们常见的标准的44.5 和我们常见的比较窄的42.8之间 握持感呢相当的舒适 红归色的护板 那么英红花环也比较简单 包边呢采用的是奶白色 这支琴呢 它是个电箱型号 采用的是Fishman的Sonitor 一颗银亮 一颗银铃铃铃铃 那么J45作为Gibbs 非常经典的信号 它的销量呢也非常的巨大 那么这一支Studio 相对于standard的版本 要更加便宜一些 目前的售价呢 大概在人民币1万8左右 声音怎么样 我们来听听这支J45Studio Rosewood的声音吧 这么早期一LP 也不是单身所学的 如果她就所考虑的 匡植住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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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